但我觉得虽然说这种是粤菜 但是它原料我觉得还是 就它可能用的原料就是比较浓加 就是味道非常好 我说实话有一点吃不惯福建的菜 我还是蛮喜欢吃粤菜 那以后您可咋办啊 我以后吃粤菜啊 那以后你要在福建 比如说以后万一去在福建那里吃不惯咋办 福建菜还行 你有没有听懂我说的话 没听懂 家人有没有听懂啊 那以后他吃不惯福建菜怎么办 家人们有没有听懂 听懂听懂可可依 我觉得我哪有目 我觉得他比较目 家人们有没有听懂啊 听懂可可依 我来福建干嘛 我在广东生活的好好的 我来福建干嘛 家人们 他喜欢吃福建菜吧 我比较喜欢吃粤菜 嗯 我觉得今天中午吃的海鲜就是 它们本地的做法 然后现在吃的这些海鲜就是广东本地的这个做法 嗯 你看我看你真的挺喜欢吃海鲜 你说以前以前就家里条件太不好了吃不到海鲜而已 但是我们这边海鲜是比较就是比较便宜 就是如果说你在在其他地区买它肯定是会比较贵嘛 因为运输贵嘛 但我们这边是比较便宜的 你以前家里是不是条件都就不好就是很不好就买买不起海鲜 我看你现在特别喜欢吃最近一直都爱吃海鲜都吃了可多了 是因为我们老家比较海鲜比较便宜 就是条件不好的家庭都是吃海鲜的 然后鸡鸭鱼这些我家都养不起肯定吃起来很贵嘛 对不对所以海鲜就是最便宜的就这样吧 嗯是的所以我比较喜欢吃海鲜 那下次就带你经常去吃了反正我们这边还靠海边嘛 有各种海鲜我们家也靠海 我们家海鲜也比较便宜 我们家海鲜也比较便宜 等一下你要不要想一下我等一下给你啥子东西 擦一下 你等一下要给我一个东西啊 香香的一个东西 你肯定猜不到 香水 家人们他要送我什么 香香的东西可多了 大家查一下香香的东西有哪些东西 香水吧 你今天没时间去买香水啊 没有茶叶了家人们 我们今天没在茶园 今天没有茶叶了 没办法 昨天已经给大家上了 今天没有茶叶了 嗯 就好的好的一些茶 他也要洗少 就好就没了 不怕的香水 不会吧 我有了 他应该不会再给我买了吧 嗯 你今天哪有时间啊 今天我们俩都在农村 他哪有时间出去买东西啊 嗯 我 我偷偷的偷偷的抽时间去买 是吗 偷偷的 偷偷的 你不知道 那你快给我呀 嗯 等一下 那你先猜一下 不能说 一跟你说 我就给你 嗯 对不对 但我觉得还是要有点闲念 他今天没时间 让他想一下 有点闲念 今天哪有时间啊 今天我们一天都在地里面 根本就没有时间出去买东西 所以 有点 还 香包 对香包有没有可能 香包 不会是你自己做了个香包吧 嗯 大家有没有想知道的 我觉得 呃 就应该很多家人猜不到 嗯 但是我知道他喜欢 啊 所以我今天就 但是今天确实没什么时间 就是在 呃 又在干 干龙活杀人 没什么时间 大家有没有想想知道的 想知道 可以 或者说你们把那个 就是我 我那个就是啊 什么东西啊 就是你们打出来 因为我看到有的有的家人有打对了 对 因为我知道就是嗯 他无意中我就是听到他 呃 就喜欢这个东西 嗯 嗯 嗯 有可能 怎么又说花 上次不是有送送了吗 怎么又说花 各位是送花给我 嗯 嗯 他说香香的 香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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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香香有好多啊 有什么香水啊 看看你说的香包啊 还有一些 呃 什么 什么 一些 我觉得不会是香水 家人们知道吗 嗯 因为 因为今天确实没有时间 嗯 他 没有时间去什么 我们在农村 也不可能去商场 去买什么香水 香包倒是有可能 因为香包的话 就是 会不会是你们本地的这种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 香车美女 嗯 嗯 香车美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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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你都带住了 嗯 嗯 嗯 野花 野花 但野花 就不好 野花就不好 不好摘 野花香的就不太好摘 山上就比较 比较难找 我不可能送车啊 你怎么知道不可能 那万一有一天 就送了一个香车 然后配上了美女 我不喜欢车 你不喜欢车 你不会开吧 你不会开吧 自己不会开吧 我会开 嗯 我肯定会开车 但是我 但是我不太喜欢开车啊 就是我给你 嗯 我给你开车可以 但是我自己的话 不太喜欢开车 嗯 那 不喜欢开以后 我给你开 哦 那坐你车就可以了 嗯 你要送我送个什么自行车 什么就可以了 或者滑板车 我挺喜欢玩滑板车 或者是平衡车 什么这个就可以了 嗯 嗯 四个轮的车我不太喜欢 嗯 好吧 等一下我再说 说 送了什么 但是就想 你不是送车吧 没有 今天没时间 今天太赶了 哦 吓死我了 太赶了 我的妈也 真的 我特别不喜欢车 你知道吗 特别四个轮的车 我超级不喜欢 嗯 嗯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 嗯 嗯 车 嗯 觉得你有需要 因为你也没车 是吧 有车 会比较方便一点 对不对 你跟我 买车也行 就是 就是平衡车 就平衡车 然后我就特别想有 但是我一直没钱买 就以后我要是过生日的什么的 时候 你要真的非要想送我礼物的话 你就送一个平衡车好 嗯 好不好 那这个我记住了 嗯 嗯 大家觉得平衡车好 还是说 这个 呃 四个轮车的车好 我看一下 我觉得应该大家都会选 我们家人都知道 我喜欢平衡车 对不对 嗯 他们都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今天第一次知道 真的 我家人都知道 我喜欢平衡车 不喜欢汽车 你们都知道啊 嗯 他真的喜欢平衡车 喜欢 喜欢 他真的吗 真的 你们抠个一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 你看对 是不是啊 平衡车 对我就是喜欢平衡车 对 但是一直都没有买 嗯 一直都没有买 嗯 可以了 等会过生日 等会过生日的时候 你送我一个平衡车 好吗 嗯 到时候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现在过生日的肯定不能提前跟你说 嗯 我已经指定礼物了 你不准送别的 不行 这个不能 哎我的天哪 你就送个平衡车就可以了 你指定礼物的得平常平常的时候送 那我 大家给我们上上门 然后我等一下 啊 你们等我一下我去把那个 啊 啊 小礼物拿出来 就今天就是送点就是 也因为太忙了 然后送点小东西 就他干活今天确实也很累 然后我也很开心 然后就是说 嗯 觉得 就心里面就是 有种 就是 嗯 没事我今天干的可开心了 嗯 我就干点活 你还 你还在送我礼物 这整个都不好意思 我就是 嗯 今天就是说 啊 其实也 本来也没有打算 就是 就是 有说送什么 但是今天确实 嗯 挺开心的 我先进来吧 家人们等我一下 好不好 然后给我们 点点赞 上上的 你们等我一下 我一下子就过来 就 就 今天就当做给唐唐的 小奖励 小 就是小 很小很小的惊喜吧 因为今天啊 太忙了 下次就准备 就是更大一些 你们等我一下 我去拿一下 不要等我啊 要送我车 哎呦妈呀 家人们 你们可别 可别把我搂了啊 你们可别把我搂了 不要 不要那个什么 小礼物不要 干嘛不要小礼物 不要让大宝破费了 大宝最近那个 最近也 生意也不是说特别好 所以说我不想让他去送什么车 因为好多家人都跟我说 大宝想送一个汽车给我 但是我感觉 嗯 一个是我也有了 我也不想让他花这个钱 所以我会说我喜欢这个平衡车什么的 嗯 所以咱别别别别 也别拆穿我 没有必要啊 家人们 没有必要拆穿我 就喜欢就 买个平衡车就好了 平衡车比较便宜 几百块一两千块就买了 买辆汽车 怎么样要几十万对不对 这个 确实不合适 嗯 对差不多 从我家人们等我从福建回来 我肯定要跟他讲了嘛 不是说我要回工厂吗 到时候 带他去工厂看一看 对 家人们真的不能不能让他送车 你们都劝劝他 就是回来就跟他说 哎呀唐唐不喜欢车呀 怎么怎么样 就可以了 对不对 咱又有这个东西 就是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两个也都认识没多长时间 让人家买那么贵重的东西也不合适嘛 对吧 对叫他不要去送就好了 真没有必要去送 大宝他就是 嗯 太实在了 真的 这个 他也不怕我是个骗子 你说我们俩认识才多长时间 什么银行卡也给我 上来又是买三轮车 又是买黄金项链的 你说我要万一是个骗子怎么办呀 他 嗯 我肯定不让他买的 嗯 我肯定回去嘛 等我们从福建回去之后 然后我就准备要跟他讲这个事情 这样子 不要 对 挺实在的 很淳朴很实在 然后自己就花钱就挺 挺节省的 但是总是给我花钱什么的 都挺大方的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个男孩子嘛 重要的不是说他有多少钱 就是最重要的是看他有多少钱 舍得花给你 就是 他有这份心 然后我看到他去舍得去 愿意给我就是说花钱 然后我就已经很感动了 其实我也不需要他真的去做这个事情 对吧 我已经感受到他的这个真诚了 我觉得男的就是这样 如果男的就是 对自己特别舍得 然后 有钱的都 嗯 想着给自己争点什么 或者什么 把钱看得特别紧这种的 可能他对这个女孩子 就没那么那个什么 但是我看大宝 他对自己真的是挺无所谓的 但是你看他不知道我的 他不知道我的身份 但是我们出来吃饭什么的 他从来都不会委屈我的 就是基本上 其实跟我原来自己吃的也都差不多 什么反正什么好的餐厅啊 大家也看了对不对 很多家人们也看到好的餐厅啊什么的 他都会想着去带我去吃 这样子 就尽量都不会让我跟他去吃那种很便宜的东西 虽然他觉得我条件不好 但是他也想着尽量把最好的都给我吧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大宝挺好的家人们 你们觉得呢 怎么真的 我跟家人们说他这公平字确实很小 他又近视眼 我也近视眼 我现在是戴了隐形眼镜 然后我都要趴前面一点才能看到 确实有点小 真的是有点小 我还戴了眼镜 我还要往前趴一点 他的眼镜近视比我度数高多了 我感觉他那个眼镜就是个摆设 嗯 挺好的 然后我们今天回到农村吧 然后看看他这些什么亲戚朋友 今天有碰到他的亲戚 我看他亲戚那些的也都是挺淳朴的那种 嗯 就是 哎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就 农村里面的这些人他都是很热情 对你很热情 然后很 嗯 反正就很有善的这种 我觉得 挺好的 对 今天看到他父母没有 没有 没有去他家 我没有去他家 今天就是在他们村子里 逛了逛 然后反正就去谁家都想给点吃的我那种的 然后我感觉 挺幸福的 就是 因为城市里面 城市里面的话 就是邻居可能都住了三年五年了 然后都不知道对面住的谁 家人们能理解吗 但是这好像就是满大街都没有不认识的人 这种感觉 感觉这农村里面就是走哪儿就是都沾亲带故 然后要不然就是见你了就想这个一看就给你唠两句那种哈 然后但是那个城市里他就不是这个样子 城市里面就是真的是对对门邻居可能住了三年都不知道他是谁 然后农村这个然后我今天戴那个帽子 然后那个有点小人家走到路上还有一个邻居还说什么的 哎给这个小姑娘换一个帽子 说要在家里面给我拿个帽子出来 其实我都不认识人家 我都不认识人家 我看跟大宝也是应该很久都没有见过了 但是就特别热情 所以我感觉特别好 就是在农村 我觉得我要是不做饭 就每天去这种邻居家蹭饭 估计一个星期都饿不着的那种 而且就是个个都特别想让你去他家吃饭的那种 哎反正就特别好 感觉就对个个见都要打招呼的那种 城市里不串门的 城市里体会不到这种感受 所以进到农村就感觉特别好 我挺开心的 虽然干活确实有点累 呵呵呵 我不装了 确实有点累 但是我觉得挺好 对可能适应个两天我就习惯了 嗯 我干的不好他们也不说我呀 那些邻居什么的看到我干活 也没有人说我什么的 就是也都很热情的在教我呀 然后或者帮我弄一下这个 帮我弄一下那个的 挺好的 对应该是见他的父母 走的前一天去见 现在我们先玩两天嘛 家人们 嗯 回广州应该再玩三天吧 嗯 再玩三天就差不多了 到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 然后去拜访一下他的父母 然后到时候我就我就准备走了 嗯 我就回去了 哇 哇 哇 哈哈哈哈 果然是花 家人们好看吗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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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香啊 所以我今天就说送一个香香的 因为我之前不是无意中的 我听到你说就是说喜欢香香的花 然后我觉得百合他这个就是我问了 然后也觉得百合这个很香 然后你也喜欢房间里面啊 家里面香香的 我觉得这个送这个是比较合适的 而且百合我觉得就是很纯洁很宠苦 所以我觉得这个百合特别适合你 就是你就像一个那个洁白纯苦的一个小女孩一样 就今天看你干人活就是这样很很很很宠苦 所以我觉得买百合就刚刚好 就也香然后有那个孕育也到了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这个花好不好 是 然后然后他们还说就是还有是吧 因为我刚才听到有有看到有人打什么百人好合啊 所以这个这个也挺好的 然后就是说 为什么就是就就今天就是送你了 本来本来我就是这两天我就是你过来我很开心 其实就跟你在一起很快乐 然后其实我就今天才就是说 因为太快乐了我今天才想起来 我们今天是认识到现在刚好满个月 然后 是吗 对 然后今天是我们来认识一个月 对 我算过了就是满个月 所以其实我应该准备更好的一些惊喜 但是实在